大家好,下面来讲解创建门窗套 在天成当中,创建窗套命令 它用于添加装饰门窗套线 在这里呢,在天成当中我们选择门窗 下面有一个门窗工具,下面有一个加装饰套 将弹出一个门窗套设计这么一个窗口 这里分成两个选项卡 第一个是门窗套选项卡 在这其中,我们设置好相关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有一些前面定义,自然是多少 我们可以在其中选择相应的,比如说门窗套 当然这里呢,有顶部的门窗套线 我选择这个门窗套线,然后单击OK 好,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效果 进阶着,在这里适合有一些门窗套啊 砧板,创台板,等等这些 其他的一些参数我们都可以 然后直接单击确定 好,这时候我们选择希望添加门窗套的对象 然后直接按回车 好,他在这里再问 请点取实内的一侧 我这里是实内的一侧,是这一侧 这一侧,这一侧,这一侧,这一侧 好,OK 好,我们现在取消,我们来观看一下 好,现在呢,我们把它转换到这个西南等轴车视图 以及这一个开链设计模式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当然这串墙我们高了 好,我们把它放矮一点 观察一下 我们再来切翻到东南等轴轴视图 我们进去观看 你看 这就是我们添加了门窗套效果 看一下,OK